苏老夫人 是否还记得在北牧王庭 苦苦等候的故人 一个养人鼻息的废物 也敢配来游说本座 先拿下沈桥 还会拿回首屋多一份筹码 方才我见燕无师 使出凤灵原点的气势 就说明燕无师的魔功 即将突破第九重 驾 城中巷刀 怎会如此颠簸 难道 有残化 这是城外 阁下将沈某带出城外 所为何事 是我呀 沈郎君 不是我说 苏府的戒备可真是稀松平常 我随便穿着车夫老魏的衣服 连妆容都不必变 他们就毫无怀疑 老魏呢 沈长教怎么就关心一个老嫂 奴家一个大美人在你面前 你也不关心关心我 死了死了 自然是被我杀死了 你这样聪明的人 不会为了一个车夫跟燕无师过不去 好吧好吧 那我可就只告诉沈郎你一个 人被我打晕了 丢在苏家马厩里 由得他自生自灭去 不过话说回来 燕无师待你可不怎么定 明知你现在身体不好 还只让一个车夫跟着 是不是早就想到今天了 白小娘子不必故意挑拨了 你将我带到此处 到底有何贵的 居然逼得沈郎把疑心幻影都使出来了 我就那样吓人吗 你现在没有见 也没有竹杖 要怎么和我打理 你的武功不复复了吗 听说你杀了我师兄霍西京 奴家还不信 原来是真的 明明是个道士 却生得这样好看 你让我们魔门的人 还怎么混呢 从看见你的那一日 我就想这么做了 今日啊总算得偿所愿 你待如何 你杀了霍西京 师尊让我带你回去处置呢 不过你伤得这样好看 落在我师尊手中 只怕备受折磨 若你肯被一遍桌阳策给我听 我就放了你 如何 若是 我不肯拿 那 奴家就只好将你交给师尊了呀 我师尊桑锦行 可是比霍西京还要残忍数倍 你若是落在他手里 不敢想象 你们都当我是胡落平阳 任人欺悟 想如何便如何 如此情形 我怎敢不振走 就算不去鱼肉别人 至少也别让人鱼肉才好 春水之法 你怎么会春水之法 马儿马儿 你怎么就听沈郎的 不听我的啦 方才已经鄙视过一次 又来 好强的那里 奴家对你可是痴心一片 神郎怎可如此狠心待我 来日 我在找你玩 对不住了 烈烈了你 阿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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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今日 为时将此山河同碑剑传承于你 望你挂念苍生 以天下为己身 谨守道心 师尊 阿乔 一定谨守道心 剑都没有 生生用手和人家印扣 唉 少不少 方才我跟你探脉 道心因受伤和中毒的缘故 几乎毁于一旦 我本以为朱阳策能够修补你的经脉 但你这样频频与人动手受伤 只会令道心受损欲深 长此以往 等到道心尽毁 只怕神仙也回天法术 只要你肯废弃道心 让我为你种下魔心 习练凤灵原点 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一旦种下魔心 与我而言 均如同失去本真 就算武功大戒 又有什么意义 本真 人性本恶 随心所欲难道就不是本真 你看那个陈公 你对他诸多恩惠 可世道临头却偏偏将你也拖下水 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本真 你谨守道心不肯放弃你所谓的原则 其实也是因为还没有濒临自己无法忍受的绝境 是吧 你现在根基损毁 等道心尽毁武功全尸 天下武林各个都想活捉你背出珠阳策 到时候只怕生不如死 那是什么我的选择 就不劳燕宗主费心了 那就拭目以待吧 山河同卫剑 天后再不用手无寸铁和人家硬扛 多谢尹宗主细心保管 这下倒是高兴了 你明日只要和我去一个地方 做一件事就可还人情了 上天海里的事情我无能问你 放心 绝对是正事 那好吧 阿乔你真是有趣 本座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这是 阿乔你这么聪明 一定能猜出 何许我多言 此地甚是广大 守卫森林 燕宗主带我从正门而入 出入自入 天下见此种地方 除了换月从本部 想必只有 少师今日来得不巧 雪印法师不知从何处密来一幅真龙棋局 现如今大殿里正下着真人棋 惨哪 已经斩了三位国手了 我自是知道有这桩事才来的 雪印秃子也在大殿之内 是 少师现在去 怕是要被拉着下棋 想跑 我先去会会的 阿乔 你自己进去吧 烟武士却是形怒无常 形势碎性 刀鸣抚银 杀伐之声 这是 怎么才来 快去入座吧 你就是燕少师举荐的国手 我不是 今日 你若是能解了你面前这局棋 便可活着出去 否则便如方才三人一般 一身殉棋吧 我若不答应 他们又会抢来来另一位国手 完了 真龙四局 黑子共事一成 无论如何落字 白子必败 此局凶险一场 我尝尝 唯有 刺伤 终尽了 屈人被僵死了 黑棋夺了白棋 神窍可用的白棋已经没有了 你无子可用 无力回天 未必 在下也算一枚白子 曹擅 神仙四局 神仙四局 刑 射箭 刑 人 神仙四局 鱼 你赢了 侥幸赢陛下一子 先生过谦了 陛下能将真龙死局 破解至最后一次 岂已真是天下无双 神某只是顺势而为 如何想到行此一步妙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子解双征 先生不仅巧妙化解了两难齐局 还能化用战国纵横之术 让朕敬佩 请陛下恕罪 在下并非国首 玄都自副沈桥见过陛下 朕久闻沈长教大明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 陛下谬赞 这是如今困扰陛下的 想必不是棋局 而是天下局势 先生之风令人敬仰 朕住先生在我国都重建门墙 不知先生意为如何 大道无名 常养万物 君子不弃 视为不争 在下得心微薄 只怕要辜负陛下厚望了 陛下 燕少师玄音法师求见 宣 少师快看 沈长教破了真龙棋局 妙啊 而今天下纷乱 北奉国正处多方势力的中心 合纵诸国则有北牧虎事 连横北牧又忧其狼子野心 如阿乔这步骑 便是北奉占据了主动权 合则纵 连则横 天下一统万民可欺 说得好 少师果然胸怀天下 心系苍生啊 陛下 下棋乃是陶冶性情 决策天下还是谨慎些吧 法师在嘲讽陛下玩物丧志 献上此死局的不正是法师 今日若不是沈桥破解了此局 陛下只怕是一头钻进法师社的棋局出不来了 以后这种玩物丧志的东西 朕不想再见到 是 那 朕决定 采纳少师之前提出与东康国结盟建议 派中大夫宇文庆出使 联合中原各方势力 全力阻止北牧势力入侵中原 如此重视 自是要武功高强之人护送使臣才是 少师意下如何 陛下美意 燕某自始当人不 能以一场棋局 附着宇文帝定下美意 从此东康北风战火消灭 以心对抗北木 天下愈能少些生命退胎 燕宗主看似万事不红 世子安眠生之多迁 无异于 你为何不答应宇文佑的提议 以你现在的处境 此事对你有利无害 我也很奇怪 我若答应了 必然会影响宦宗的势力 燕宗主为何无动于衷 因为宦宗能帮宇文佑做的事情 旁人做不了 宇文佑能够依靠的只有宦宗 而我 也可以将想做的事做完 统一摩门三宗 统一三宗 倒也不必非要借宇文佑的手 天生乱象已久 却偏偏无一人能一统天下 临川学宫号称正统 却认为唯有东康才是天命所为 其他各派被宇文佑静灭驱赶 怀恨在心 你也觉得这样的毒夫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 可我 偏偏要反其道而行 扶持一个不得众望的皇帝一统江山 若是让魔门做成了自诩正统都没做成的事 岂非很有趣 别人越说不能做不要做的事情 他越想去尝试 这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 让人咬牙切齿 又奈何他不得 慢吞吞啊 在想什么 在想 我跟麦怡孙又不愿意回道入魔 此间世纪已了 我们可以就此别过 离开了北凤 你又能往哪儿去 没有我 如今的你就只能任人宰割 世间修行之道千万 归根结底无非两种 出世之道与入世之道 既要入世 便该体会六欲红尘诸多磨难 若是一直脱避于燕宗主 那与在玄都山上 又有何不同 就是这样的表情 明明已跌落泥底 任谁都可踩上一脚 却还要挣扎着爬起来 亲友背叛安江重暴 好像都不会放在心上 实在是 让人忍不住 想再踩上一枪 你想走 本座自然不会拦你 不过 我打算亲自护送使团 去往东康 因为我要会一会 如烟客会 一门领袖 天下前三的高手 与本座一战 难道你不想亲眼看一看吗 侧 在这上 把人的交据 从它开始 恢复 你不能转 我让你拦住 你把人交换 我把人交换 你不要挽 你把人交换 你把人交换 我能交换 你把人交换 兼公主 奴家对你可是痴心一片 善狼怎可如此狠心待我 今后再不用手无寸铁和人家硬扛了 你明日只要和我去一个地方 就可还人情了 你赢了 朕决定 采纳少师之前提出与东方国结盟建议 派中大夫宇文庆出使 春风得意马提及 一日看尽长安花 如此良辰美景 阿强你为何闷闷不乐呢 护送之事我要 你我东康再见即可 何苦求我一兵待着 山长水远 沈长教就不怕我被人追杀 我护送宇文庆 你护送我 可好 燕宗主武功盖世 用得着什么护送 那可不好说 那可不好说 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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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了郎主 什么事啊 玉子娘子 方才不知何故 晕倒在马车内 郎主快去瞧瞧吧 我去侍窃马车上看看 你们不必跟着了 是 是 玉子 玉子 快叫人去寻大夫 你 你是谁 来人 救命啊 白蓉 刺杀使臣破坏结盟这样的要紧事 桑锦行居然放心交给你来做 难不成霍兮金死了以后 他手下再无可用之人 燕宗主吓坏奴家了 奴家只是听说 宇文庆大人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 想来找他男人而已 各位长老还等什么 动手吧 咳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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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我和关宗四大长老 燕宗主方才讥讽我师尊手下无人 这话说早了吧 就凭着和欢阵法 别想困住我 年纪大了不能熬夜 早点解决掉你们后回去休息 何欢宗门下秋风悲话 萧瑟是也 细精 你来凑什么热闹 白木丹 你说谁呢 说你师尊 咱们和欢宗的宗主 袁秀秀大人 这么重要的任务 就派你一个人来 是怕了燕宗主 还是故意守孝留情 一桩小小的差事也能搞砸 以后你师尊丧景行 还敢布置什么任务给你 可没人告诉过我 燕巫师也在此行之中啊 你这样有能耐 怎么不敢去正面会一会的 哼 师尊没让我们来杀人 不是来成兄斗狠的 趁着长老们拖住燕巫师那边 你还不快点来帮忙 方才我拼了性命才从燕巫师手 才逃了出来 眼下心口还挺着呢 哪里还有力气帮萧师兄啊 他跑了 看你们都到哪儿去 愚蠢之极 难不成这马车 还是金铁所住 你方才哪怕我树林跑 都好过待在这里 好厉害的真气 和欢宗门下 秋风悲化善 萧瑟事也 玄渡山 神桥 神掌教堂堂道门宗师 却沦落到维艳无师柴遣 不觉得屌价吗 破 尽快 火 还 不 不 ales 赢 杨 ynn 嗯 嗯 呀 啊 啊 哈 啊 啊 啊 和 啊 不 走 有行劲你 师妹救我 神掌教民不虚传 肖某改日再来讨教 他们都走了 丢下你一个 你不害怕 你们佛欢宗人自私良感 今晚可是体现得淋漓静致 奴爱 阿乔来得正好 刚煮好的蜂蜜茶 快来陪我喝一杯 这次和欢宗自杀不成 可能还有第二回 袁大夫身边漏洞不少 恐怕防不胜防 其只小虾不足为据 但是我家阿乔真是人见人爱 居然连白容那种妖女 也对你情有独钟 处处放你一马 我若是不看紧点 只怕随时就不见人影了 燕宗主休要胡说 何欢宗向来杀法果爵 不留活口 此次他扮作侍女刺杀宇文庆 却没有杀人 他是有意给你留意好印象 免得你对他更加反感吧 我们家阿乔真是天生的木头脑袋 对男女情爱懵懂不知 我来给你摸摸鼓 看你与他命中可有孽缘 你去何处 找人 这根毒针虽刺中我的魔心根基 却并不致命 所用之毒也是寻常 袁秀秀此番前来究竟是何局限 多谢这位公子相救 感恩高姓大名啊 沈乔 原来就是在长安苏府 一战惊天下的沈公子 沈公子可否一驾庆谋马车一叙 多谢美意 敢问语文大夫 方才白人化身的小侍女 可曾找到 未曾找到 车队就要开拔 一个侍女而已 不找了 请务必等候片刻 沈某这就前去寻人 沈公子 还活着 沈公子真是好人 有先心管他人性吗 怎么不操心操心自己的死活呢 我只能操心 一百六公里 全国树北 袁秀秀 夜郎 这是何故 来而不枉非离远 你送我一份大礼 我自然也要还你一份 这滋味如何 也无事 算你狠 我们后会有期 这女人有什么值得你如此联系 你若是想联系 不如联系联系我吧 她不值得联系 燕宗主就很值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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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让一让让一让 再来啊 这样啊 这什么事啊 这样啊 这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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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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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结明休战之后 东康百姓安居了一名 过来看一下 若天下今如此 不好 来 哥哥 你别走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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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藏头鹿尾 沈郎好久不见呀 白荣 删回你半夜自杀宇文庆 我好像才与你见过一面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懂不懂 这都多少个秋天过去了 你行刺宇文庆是奉命 却放过了她的弑切主仆 说明 你并非毫无底线的滥杀之人 我该替他们 多谢你高抬贵手才是 你怎知我是手下留情 而不是懒得多此一举 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把我想得这么好 我可欢喜了 白小娘子 有没有想过离开何桓宗 为何忽然说这个 沈长教想必是从别人那里听了什么 大丛心里觉得何桓宗是魔门 不配与你堂堂玄都山长教说话 我只是觉得 你可能不会喜欢待在那里 何桓宗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若不在那里 我又要去哪里 别人叫何桓宗为魔门 幻月宗就不是魔门了吗 燕宗主手上沾的血 可比奴家还多 别跟我去提那些自诩清高的名门正派 别说你现在当不成长教了 若你还是玄都山长教 你肯收留我吗 就算你肯 玄都山其他人肯吗 你说的对 是我失严了 我只是觉得 你和霍兮精消散那些人 不太一样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像你这样的好人 可不多了 你的话奴家会好好记住 奴家的话 你也要记牢才是 跟着燕无师美好果子吃 很快就有灾祸降临 外面被殃及持余 你还是赶紧离他远点 哎呀 奴家想起还有钥匙 沈郎就不必远送了 来 我 何方告人 不妨卸身一进 我在临川学宫 久后贵客不至 只好亲自出来请 唐图之处 还请贵客见谅 原来是汝颜公主 幸会 我出来时 茶炉正在烧水 想必此时 茶已经漆好 不知神长教 可有兴致 前往临川学宫一游 我久居北地 一时之间 恐怕喝不惯南茶 南茶自有南茶的妙处 兼容并蓄 方能纳百川之流 我见神长教 说话声音 引游阻止 想来是内伤在神 久不痊愈 若你愿意来临川学宫 我可以全力 帮你医治伤势 汝颜公主 真是闲得发慌 拿人手抖 吃人嘴辱 阿乔不会去的 你怕是要大师所望 阿乌要动手 请令雪碧 城里有不会武功的百姓 我要养起无辜的好 请城外一战 这一战 注定是要震惊天下 白蓉 刺杀使臣破坏结盟这样的要紧事 桑井行居然放心交给你了 袁秀秀此分前来 究竟是何居限 我在临川学宫 久后贵客不至 只好亲自出来请 开盘子了开盘子了 都来看看了 你先看看看看 来来 买定了一首 如烟公主 华世宗燕宗主 约翰的东方城外 当是两大顶尖高手对决 久幸鹿死谁手 各几个 拿这彩头来猜猜猜看 红色杯子代表如烟公主 茶色杯子代表燕宗主 燕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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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快下下 这位兄台像是北木高手 竟如此看好我们如烟公主 如烟客会能不能依我不知道 但是燕宗师必死无疑 这 如烟客会和燕宗师打起来了 咱们也去看看 难得一见呢 把神交开始了 走 沈狼这样一步步走 又走到什么时候 白小娘子 怎么还没去观战 我要送你一场啊 这样拖拖拉拉 你不急 奴家还替你着急呢 你躲什么 难不成 还怕我轻薄你 多谢 咱们 燕宗主可还记得出云四季的 你给我六合邦带来诸多麻烦 窦某今日也想会会你 我愿无师不与无名之辈交手 燕宗主听我交兵必败这句话 自从燕宗主闭关之后 我们便不曾见过 今日一见 燕宗主果然功力精进 一日千里 你却在原地踏步 比十年前也没多少掌解 请指教 你在用耳朵听 能听见什么 听他们彼此的正气走向 若没有料错 燕武师略胜一筹 你怎么知道 燕宗主 国会乃人中龙凤 放眼武林之中 几乎多人能敌 两亲择目而弃 如今北目风头正盛 迟早南下 异通天下 是吗 在我等着北目完成霸业 你我只能 我共之中原林 既如此 灵中的神功不如先归顺 给我换月宗 燕宗主好大的口气 想要我归顺 那就看你有什么本事了 这一句胜负 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定下了 金花借责 定在燕武师贴身之处 我们这次 定要夺回首位 放心 只要汝燕公主逼迫燕武师 使出凤红原点第九中 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真不愧是宗世间的教授 我感觉到 燕武师出招有所保留 此事与汝燕公主 势均立地 燕武师的阵气 怎么如此温暖 营虚格也要散了无根 这又被查了 不愧是齐凤阁的传人 深宵似乎也察觉到了 这其中的血迹 你方才说 燕武师会赢 却没告诉奴家原因呢 我不喜欢这样 你以后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和你说话了 若我偏要如此呢 叶宗主 总是功力深厚 阻挡不住北木的弯刀铁骑 更何况 现今大半个武林 已成了他们的囊中之 莫要和整个天下作对 有生之年 我能达到他们这样的境界吗 你的资质并不差 他们的道 我修不来 我的道 他们也不屑修 大道三千 这分先后 我有高下 你方才还对我生气 说不理我 现在又与我说话了 你好好说话 我自然也好好回答 半个武林 乌合之中 我偏要作对 你们能奈我和 弄完不灵 不知为何 我感觉这场队战 似乎对那些怪 莫非你当真以为 竹林一战 只是冲着刺杀宇文庆来的 我们原宗主 也赐了燕无失忆真面 什么 已经不知道 也对 燕宗主傲记得很 不会告诉你他受伤了 沈郎可知 这原本就是个连环计 竹林一战 我们原宗主用毒针 破损了燕无失的魔心 今日 带你汝林客会 打他一场 魔心一旦出现破绽 燕无失强行 催动九重真气 就会 哎呀呀 奴家都觉得太惨了呢 燕无失这回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打了两个多时辰 未见胜负 燕宗主 是否手下留情了 自出关以来 难得遇到何心意的对手 赢得太快 多无聊 燕无失 你再三羞辱我临川学功 事可忍 殊不可忍 今日 我就来会会你的九重凤灵原点 最后 随便 军军 军军 无声万人 奉陵九天 奉陵原点有致命 但凡练到第九重 就容易走火入魔暴体而入 走 糟了 希望能回 万人归 万人归 重额 extrathlon 走 你马上就被尝刀 一意孤行的厚恶 今日与燕宗主一会尽兴圆满 多谢燕宗主赐教 汝燕公主等井底之蛙惯了 往后多讨教几回 自然不会觉得惊讶 等着收尸吧 这是不分胜负 沈郎君 沈郎君 燕巫师 走火入魔的滋味不好受吧 金花戒指 受死吧 沈桥 又是你 苏夫一别 你的功力就恢复得如此之快 还想再来封 沈桥 你我之间的战改日再算 寒独尽如此之身 迈向盈盈紊乱 又走火入魔的记性 沈郎 沈郎 他在外面等了好久 你怎么也不跑人进去坐坐 一点怜向西域之心都没有 沈郎 你不是联系 我在何欢宗的处境吗 只要杀了燕巫师 我便算是为何欢宗 除去一大敌 从此之后 何欢宗那谁人还敢瞧不起我 卢家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要袖手旁观便可以了 这样一个举手之劳 难道你也不愿意帮我 你不是我的对手 有我在 别想动燕巫师 你方才传功许久 早已争气无忌 是时候 试试我和何欢宗的 渊渊十六步了 你 好帅呀 可惜啊 你呀 你 这样没毒 只会让你手脚使不上劲 别怪我下手狠 现在 别碍事了好吗 你就这么护着他 不信拿自己的命换吗 你 神瞧啊 连你也来暗所谋 把精华剑尸交出来 你 真的 想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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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嗯 为什么要救你 我们 一条 我救你只是一时兴起 想看你适合我此刻斗云 若不在 北风未必地抵挡住 八方尸里的不是单单 遭遇如恋 又人浮世 也不过是普通百姓 你必须活着 干 我们拿到圣物 北木有福了 就是可惜 神桥从中作梗 没能要了叶巫师的狗命 来来来 来 我带你看样东西 你看 他燕巫师 纵有通天的武功 中原武林已被我们吃下大半 就剩下 泰山 陛霞宗 你 你 你要走 宇文大夫已经平安抵达东康了 我该离开了 你想去哪儿 回玄都山 玄都山已经回不去了 我只想到处去走走 游离天下 约好 去吧 相逢一场 燕宗主 请多保重 我 我 只要汝燕公主逼迫燕巫师 使出凤鸣原点第九重 一切自然水到渠车 一切自然水到渠车 神强 你也来暗死我 中原武林已被我们吃下大半 就剩下 泰山 陛霞宗 陛霞宗 你 这么巧 你的表情 好像并没有他相遇 骨枝的惊喜 不必了 我忘了 你素来不愿意 与旁人一起饮茶 你 你不是旁人 燕宗主为何会到这里来 你猜 燕宗主请自便 告辞 你 你吃醉了吗 你呢 你呢 你猜 你怎么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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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哪来的刁民竟如此大胆 什么事 回信公大人 一个刁民挡路 金了马 人呢 刚才还在 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和骑马那家伙挺有缘分的 你 可是叫沈桥 不错 我奉彭城县公之命 前来送礼 彭城县公是何人 我并不认识 县公让小人转告 当日大城门恩惠 吃了你几个嘉饼 如今加倍奉还 好一个加倍奉还 请转告县公大人 多谢他为城外流名送饼 给他们 他们也配吃县公大人的饼 快吃点东西吧 快吃点东西吧 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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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意识 仗友 这我现在 已经没气了 女人比愈爱背叛都没哭 眼下去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哭 我原本以为可以救她 人人都有活着的权利 何时才能结束这乱世 阿乔啊阿乔 喜事快乐 二世子 你若是对沈桥那小子没有动情 为何三番五次放过她 袁秀秀和广陵伞想杀燕无尸 我就偏要跟她合作 不过我的爱头不能白死 得拿命来还 有人吗 师兄我过去看看 嗯 嗯 在下沈桥 借素一秀 请行个方便 沈楼君 阿桥处处有故交啊 谁啊 师父 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 我的救命恩人 沈桥沈郎君 当年若不是他给的半块饼 徒儿早就饿死在路上了 原来是你 你如今在这白龙观里修行 也算是我的同门了 很好 恳请师父替徒儿款待恩公 我 若不嫌弃道观破败 就请留宿此地吧 这位师父 这是我的朋友 姓燕 师父 饭菜准备好了 哦 二位请随我们来 你刚才如何介绍我 朋友啊 沈郎君和燕郎君请用 请用 多谢 就你一多事 那些菜可是要留着过年吃的 够了够了 都冒劲了 多谢师父替我答谢恩公 这碗面给您吃 我才吃了烧鸡烧鸭子 吃的宝宝儿了 谁稀罕吃这碗阳春面呢 你去何处 吃饱了 六弯儿 我 去哪儿 呀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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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无师 你已走火入魔 不如到何欢宗来 跟我谈一宗交易如何 桑锦刑 你好像不怎么怕死 恰恰相反 我怕死 所以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这是定金 当年你输给我师尊的 现在还给你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你走火入魔前 也许我会怕你 如今 不过你我好歹同根同缘 我也是不忍见你生受走火入魔之苦 此事上 我倒是受益师尊良多 但是作为交换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人 哦 哦 哦 走 走 走 多谢 你众相见欢宜酒 道心破损 朱阳策解不了你的毒 其实我自己很清楚 或许 我已时日我躲 阿乔 你心底 将本座当成棚 同事为棚 同志为友 我与苑宗主渊源不浅 同路许久 怎么也能称得上一身朋友了吧 你不怕别人说你依附魔君 自甘堕落 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还要去管别人的想法 自下山之后 所见所闻令我感悟良多 以往我孤守山中修道 修的不过是小道 像你这样 看得到天下 才是大道 这么说 我们算是朋友了 阿乔 你怎么总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焰祖祖 你怎么不问我要带你去哪里 那我先跟你讲一个故事 十几年前 我偶然得到周扬策的时候 内心是不屑一顾的 因为我当时认为凤灵原点 才是武学至高 即使败给齐凤阁 我也认为是练武之人的问题 直到我翻阅换阅宗典籍 才发现 凤灵原点藏了一个致命弱点 人的身体如同容器 当凤灵原点练到第九重 容器无法再容纳功力 就会走火入魔 暴体而亡 阿乔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故事 叶宗主 果然手心有 没想到沈桥 以你而言的价值 就只法太划剑 真是令人心虚 人我给你送来了 他就是杀了霍兮精的沈桥 生的倒是不错 你舍得送给我 我下手可不会留情的 若弄死了 到时候你还想要回去 可就来不及了 到了你手里 自然是任你处置 本座不会再顾问 你是用这只手 杀得火袭击 那我就剁下这只手 祭奠我那可怜的头顶 然后送回玄都山 让别人来欣赏欣赏 昔日掌脚的玉兽如何 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他说 你现在还当我是朋友 阿乔啊 你真是太天真了 我一早对你说过 我救你 仅仅是想要一个对手 可你太让我失望了 像你这样天真的人 注定不可能生存太久 离开了玄都山 离开了齐凤阁的光环 你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做不了 我一次次遭遇背叛 不是因为我太天真 是因为我相信 世间总有善意 若没有我这样的傻子 眼中总有从何处获得乐趣 这话说的有趣 本座不需要朋友 只有一种人有资格 和我平起平坐 那就是对手 而你 已经失去这个资格了 阿乔 你自求多福吧 被人遗弃的感觉如何 你若是肯好好服个软 我杀你也许还会温柔些 你何时解开的穴道 看来阳巫师 还是对你手下留情呢 你看 哼 有魔心 叶巫师 叶巫师 你不知道自己早已被叶巫师种下了魔心 放弃吧 魔心会慢慢侵蚀你的道心 你注定是我们门门的人 阿乔 阿乔 师父 今日为时将此山河铜碑剑传承于你 望你挂念苍生 以天下为己人 谨守道心 只要你肯废弃道心 让我愿意种下多心 席来奉人缘 那些问题自然严刃而解 师父 师父 阿乔现在 难得叶巫师把你留给我 我这就先把你打个精卖尽断 你死的只全废 若和 你看你活得多了 我 兄弟 所有人都背叛了你 现在还被种下魔心 门门中人 哈哈哈哈 你竟然死灰干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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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真正沦落到中盘清深 只剩下一个人的警惊 还会不怨恨你 还会坚持以善意回报容见 师父 阿乔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世间有许许多多人 不能单纯用好和坏来区分 阿乔是最可爱的人 只有一种人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 那就是对手 而你 没有资格 我奉彭城县宫之命 前来送礼 彭城县宫是何人 什么事 多谢师父替我答谢恩公 这碗面给您吃 没想到神桥与你而言的价值 就只一把太划剑 真是令人心虚啊 师父 您偏心明明昨天就是我去打的水 今天您不要十五去又要我去 十五是你师弟 你做师兄的就要多照顾他 他刚来这里什么都不懂啊 哎 哎 哎 行我去还不行吗 师兄 等等我我和你一起去啊 哎 我先去拿水桶了 哎 你吃什么 眼睛都还没中啊 哎 师兄师兄 你快看啊 什么啊 沈 沈 沈道长 害得我元气大伤 颜兽 萧瑟还有你白容 给老子把沈桥抓回来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遵命 是 我要把沈桥头扭下来 让他尝尝血手佛子的利害 沈郎君 你醒了 我是十五啊 我 我这是在哪儿 两天前 我们发现您昏迷在灌门口 几乎没气 沈郎君 您没事吧 没事 怎么咳嗽的那么厉害啊 我让师父再给您熬一副药来 熬什么药啊 才刚服了药 你以为药不用钱哪 多谢 麻烦你们了 别说麻烦了 蓬城陷宫的人都来过 我带着初一十五躲到地窖里才躲过去 他们找不到你 就砸东西泄愤 对不住 你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经脉俱毁内力全无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 王后啊也别想练武了 师父 沈郎君 您别伤心 师父医术高明 喂 我说你又不是闺女 怎么成天胳膊肘往外拐啊 我什么时候医术高明过 我就是略通医理 略通懂不懂 师父最硬心软 其实人可好了 可厉害了 臭小子 你伤得太重 我医术不精 药材又不全 只能尽力 不过武功 嗯 无妨 我体内还有余毒 本就不宜练功 余毒 我探麦的时候 发现你体内没有余毒啊 的确没有中毒的迹象啊 没有余毒 难道 我当时自肥根基 把体内的余毒也轻空无意 这 算阴火得风吗 你都这么惨了 还笑得出来啊 等等我不说了 我去看粥熬好了没有 那可是好不容易踩到的老山参啊 我平日里都舍不得吃 现在倒是便宜外人了 您别放心上 师父 他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我知道 这地壳里 是不是 通知外头 嗯 是 师父在这里打了孔洞 外面有点光线透进来 您别担心 师父说 这地窖隐秘得很 别人很难发现的 谢谢 阿乔 你自求多福吧 驾 驾 好 本座倒要看看 你想耍什么花招 哼 这 这是 卓阳珍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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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眼睛 你 飞掉的经脉 请重新打动 破碎的丹田 也在慢慢恢复 我自毁根基之后 法师的朱阳策真正奇效 我本以为朱阳策能够修补你的经文 但你这样频频与人动手受伤 只会令道心受损一身 长此以往 等到道心敬畏 只怕神仙也回天法朔 只要你肯废弃道心 让我为你种下魔心 习练凤灵原点 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起 你 原来妻子会生 根基闯颂 才是朱阳策真正玄尿之处 您能动了 师父您快看 沈道长可以动了 这么短的时间居然能恢复如此 要多谢灌注您的身中 那你知道就好 师父 是师兄从集市回来了吧 师父一早就派师兄给您买鸡去了 等等 有些不对 师父 师父 我回来了 糟了 师父 师父 你们人呢 你 你是谁 我叫肖瑟 小道士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沈桥的人 没有 小道士 你连撒谎都不会 说吧 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你 你快出去 否则等我师父回来了 他会打死你的 你不说 我可只好带你回去交差了 你可别为了一个沈桥 把自己小命搭上了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倒要看看沈桥能躲到什么时候 一刻不出来我杀你一个 两刻不出来我图了你这破道灌满门 我 听我说 何幻纵的人施杀如命 你出去他们也不会放过初一 你留在这里照顾失误 我出去 可是 我手法不重 再过一刻钟就能够解了 沈桥 若我有不测 十五就托付给你了 带他去泰山避霞宗 就说不孝门徒朱冷泉 在外面收了徒弟 让他回去认走归宗 重裂门墙 怎么还不出来 当真就不管这个小可爱吗 哼 小道士 这可就不要怪你萧爷爷心狠了 天都黑了是谁在扰人清梦啊 你是谁 干嘛抓着我的徒弟不放 师父 沈桥在哪儿 我并不认识什么沈桥 你又是何人 快放了我徒弟 别装傻 你若不知沈桥下落 带剑出来做什么 快说吧 住手 再不出来 就自己逼问沈桥下落 我就带这小道士回去 给我师父交差了 好 哦 小师兄连两个小老道都对付不了 就不怕我们抢了你的功了 河桓 白忍忍 你们俩这么着急出手 莫不是要抢功 糟了 何桓的颜兽也来了 我只有萧桥一颜兽也还可以批评了 一对散 师父救我 把沈桥交出来 魔头受死 好 沈桥在哪儿 快说 我不认识什么神交 颜长老 您看他这一手 像不像泰山陛霞宗门下的 嗯 是有点像 不错 我正是朱冷泉 如今陛霞宗的宗主是我失职 诸位 若与陛霞宗有往来 还请放我们师徒一马 他日 我自当请宗主出面 代为致谢 哼 果然是陛霞宗的人 怎会跑到这里隐心埋名 莫不是被逐出师门 你 哈哈哈哈 袁长老 看来今日之事 我们也无需留守了 可以可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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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传言陛下宗门下廷子匹匹 这竹人群一头龙立石窮士 怎么使得如此出神的慌 我 这东西这么平面 估计谁呢 你们一起叫出来 我杀个干净 你也瞧见了 你不是我们三个人的对手 说出沈桥在哪儿 我留你个全尸 你不是强 值得吗 不错 是条汉子 说出他的下落 我放你一条生路 你们这帮畜生 怎知何为值得 你说不说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神求 就算我知道 你们杀了我徒弟 我怎么还会告诉你们 有本事杀了我 终有一日 你们会得到报应 你们俩都四处找找 好回去复命 不劳炎长老亲自动手 我与萧师兄 这就去找你 你能救死 你一个人都救不了 百荣 有什么发现吗 气死了 都是些灰尘珠啊 我们走吧 师妹 你可寻仔细了 可别被沈桥那小白脸迷了眼 萧师兄这话说得好生稀奇 若师兄不信 不如自己去那屋 扫扫灰尘 你 别吵了 时候不早 我们先回去复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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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父母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沈郎君 我 自次到陛下宗之前 我会教你武功 真的 是 你已失从陛下宗逐前辈 便不必再拜我为师 只需悉心学武便好 我师父齐凤阁所创苍浪剑决 乃是他老人家身灵东海 轻见日升月落 云随浪远之后 顿无所冲 今日路过黄河 静已相似 我便为你先演示一遍 你先好好体会其中意见 是 是我会努力去感受的 从脚炎 隐隐 一息在耳畔 何曾了世世乱 未雨轻易飘摇难 天真斗望却何诚可追满 明河隐隐藏空缠 烟花一宵今安然 天国梦影风和青川 飞水孤寒洋流树潸 飘楼一趟雨不远远 火熬狗里熬孤寒 那他眼眉重振满 飞被唤叉 一场恩人都不笑叹 苍生暗红尘暖 当兵永怀 一千通灰冰河山 月份量被洒满 将山川 飞水沉沙自行不患 将所强刀锁在身旁 四龙云 一只泉水燕燃 铜碑 山河铜碑 此剑名为山河铜碑 为时今日已将它传与你 望你能谨守 苍生有难 山河铜碑 草木有灵 天地不朽之道 保重 守护你自己的道心 苍生有难 山河铜碑 此辈至简到了入室之时 神巧会经守道心 去守护苍生 感动山河 心碎易动 剑死心动 天不为春 着手成春 流水无情 剑则至情 以至情之剑 赤沉无情之水 纵风雨青春 以毒王 师父说过 真正的五刀高人 能以自身抵挡周围 凭天地还草莹木 神郎君 想必就是这样的高人吧 没想到处阳 曾经玄妙至此 以处阳真气驱动剑影 可以和万物之气相容 好厉害 神郎君 我以后 能练成您这样的境界吗 自然 大到三千 人人不同 你只要用心眼洗 将来必然也能水到渠成 真的 你终于笑了 你师父和初一的死 我知道你没有往 我也没有往 但他在天有灵 肯定希望你能开心 答应我 过了黄河 就把伤心事都抛定了 高高兴兴地往前走 好不好 好孩子 我明白了 神郎君 我会好好活着 努力练功 当一个好人 不会让师父失望 也不会让您失望的 神郎君 那你会忘记 害了你的人吗 神郎君 阿巧 你怎么总这么轻易 就相信别人 我 我们走吧 我 我 我的眼睛 原来七死回生 根基创送 才是朱阳策真正玄妙之处吗 你可别为了一个沈桥 把自己小命搭上了呀 一个沈桥 值得 这么有一日 你们会得到报应 今天路过黄河 我便为你先演示一遍 神郎君 您知道陛下宗 是一个什么样的门派吗 陛下宗 如今的宗主 叫赵池盈 神力天下十大高手 哇 神郎君 此处美轮美奂 宛如仙境 真是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哪 对 不对劲 若打一个陛下宗 请勿一个弟子至少 神 神 神郎君 小心些 神 验发严重了 师尊 徒儿密探回报 金花戒指已随顿文阳献身护兰谷王城 并且驻阳策最后一卷 也有可能会出现 而多位武林高手 亦敢赴王城盘龙会 没想到居然在这个时候现实 师尊 师尊 当年那黄口小儿 竟然也当上长老了 陛霞宗真是后气无人哪 如今阮宫 如长老已向我北目投诚 拒备封了高位 若叶长老也肯识时务 待陛霞宗上下归顺 以后定然大有前程 否则 阮师叔 当年你判出师门 成了东周派长老 如今却勾结北目人杀伤陛霞宗 你就是这么不顾念同门情义的吗 休要提什么同门情义 当年若非惠勒山害我有宗门归不得 又怎会流落海外东周 二十年了 我们一日不恨慧勒山 今日我就是来讨回公道的 我说阮公 你又何必与他多费口舌 如今有我北目给您撑腰 区区毕霞宗 何足道哉 今日索性杀个痛快 不听话的人 统统干掉就是了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了断的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想还是死 我约坤持即为陛下宗弟子 便不可给列祖列宗丢脸 你又死不祥 好 慧勒山虽是金华小人 却收了个硬骨的徒弟 我成全你 师父 来者何人 在下沈桥 今日是我陛下宗的家务事 沈道长 为何无缘无故来缠合一手 陛下宗内务我无意过问 不过今日我带竹冷泉道长的弟子 前来认祖归宗 总不能看着你们将陛下宗 徒露殆尽吧 他是竹冷泉的徒弟 是 好 全都到齐了 苍天有眼 竹冷泉惠勒山 今天不管谁来 就算师父在世 当年你们对我种种 我也要一并逃回 沈桥 家师坤爷 沈道长想必不陌生 半步风一战 你被我师尊一掌打下山崖 成了半个废人 如今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去管他人闲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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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了 差点忘了与沈道长说 您那位师弟愈矮愈长教 不久前也已在玉台论刀号被册封 真是可邪可贺呀 若当日您没有办与我师之手 今日受封的可就是您了 平道如今虽然落魄 可也不至于 一副一个只会强取豪夺 滥杀人命的强盗 沈道长说话居然如此无礼 好啊 那就让我来讨教讨教 沈道长的功夫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吧 居然无出剑 不过是我师尊的手下败将 居然敢瞧不起我 清风巨来 软长老 你还在等什么 一起射 小心 沈道长果真能这多劳 今日我就看看 是不是翻头六臂 身长脚竟要应为无安密机或无邪科技的冲冲刀戚 又要应为华宫人力风采的长风 确实还身子凭你 不是有的 这的武功果然是有何的 天国好逸 傻瓜他们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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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宗主 杀 芷芸 师兄 可有大碍 宗主 您怎可 师兄放心 一切由我 是我没用 害你前功尽弃了 拜见宗主 拜见宗主 阮师叔 得罪了 他是不是还没死 你去叫他出来 去把惠勒山叫出来 只怕连师父都没有想到 他生前欠你的 死后 却要用大阪陛下宗弟子的血 来偿还 他欠我的 永远无法偿还 他那个狡诈的人 怎么可能那么早死 只怕是他也觉得自己卑鄙无耻 躲起来没脸见我吧 好 师父领终前说 那件事 是他做了 当年掌门之位 本应由你继承 他却为一己之私耍了手段 让师祖误解 你与师祖女儿有私情 逼你愤然出走 自此 流落江湖 师父遂得掌门之位 却因此事 半生愧疚 心病难除 一直早逝 好 我既传承了师父一波 他的罪业 也应由我一人承担 我愿戴师受罚 任凭阮师受罚了 这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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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宗主 所有的恩怨杀戮 就自此而终吧 宗主 不可啊 宗主 不可啊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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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啊 不可啊 宗主 宗主 来 您为了我们逆流破光而出 这些年的修炼恐怕 比起同门同派相残 一点修为又算什么 将普安密押下去 严加堪管 我师尊昆爷不日便会上山 一定会来救我 若是时下就将我放了 否则 我师尊一定会大开杀计 你们北目作恶多端 放了你 无异于放虎归山 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莫不是以为要燕巫师撑腰 就无所顾忌了 我可要警告沈道长 燕巫师就要自身难保了 与其靠他 还不如投靠我们北目 我与燕巫师并无瓜葛 你不必多说了 沈桥 你这么对我 我师父一定会杀了你 你 沈桥 多谢沈道长袁少 大恩大德 我陛下宗上下铭记于心 此事言谢为时过早 我可阮道长恨意未灭 恐怕事情人未完结 你 快放下祖师牌外 祖师牢 别让他跑了 快跟上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我苦苦准备了二十年 却落得今天这样 阮师叔 不可 姓软的 你放下师尊的牌位 慧乐山 你欠我半生 却早早一死逃避 真是他的一手好算盘 此物是否为阮前辈所有 沈桥 假如有人欺你辱你 让你受尽折磨 你 能放下吗 微学日益 微道日损 我已放下 我已无法回头了 我杀了门中弟子无数 又如何放下 我这就以命相偿 可毁乐山 你欠我的那半生 又要如何还我 毁乐山 阮师叔 阮师叔 你好恨我 我可真恨你啊 沈道长 赵总主 赵总主 为何行此大礼 沈道长为了竹师叔 临终前一生托付 千里迢迢 将十五送至陛下宗来 一诺千金 言出必行 更不必说 救了陛下宗上下 理应受我这一拜 竹师叔之所以会死 却迎我而起 竹师叔之死 谁也料不到 怎能说是因沈道长而起 赵总主如此宽宏体谅 我心中 却是越发愧疚 沈道长 请坐 竹师叔当年虽因故出走 可在他心里 一直都将自己当作陛下宗的人 沈道长 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你可否答应 陛下宗的事 沈某自当尽全力 如果十五 必须再有一个人能带他成长 教他武功为人 我希望 那个人是沈道长 如此一来 恐怕有为竹兄的愿望 竹师叔让十五重归师门 必然是怕他以后无依无靠 更何况 如今门派内讧 人才凋零 今日之事 更是雪上加霜 前途未卜 空耽误了十五这样的好资质 让他跟着沈道长您 反而是个最好的选择 十五 你还没向沈道长 正式拜师吧 去给师父敬一杯茶 沈师 沈师 赵宗主 沈某也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昔日 我与昆爷一战 落败坠崖 虽说其中 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情 但输就是输 赢就是赢 今日若有机会 能与昆爷再次交手 我定当全力以赴 还请赵宗主 将这个机会让给我 我若拒绝呢 那平道 就只好死皮赖脸留在这里 等昆爷上门了 陛下总与赵池盈 何德何能 能遇上沈道长这样的朋友 主兄既能为我这个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付出性命 我自然也可以为陛下宗出战 更何况 我与昆爷的确有一段往日渊源 而今 是要了结的时候了 沈道长果真能这多劳 今日我就看看 你是不是三头六臂 师父虽得掌门之位 却因此事半生愧疚 心病难除 一知早逝 魏恶山 你好啊 我可真恨你啊 十五 去给师父敬一杯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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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爺来了 站住 快去投报总组 坤爺 坤爺 你想干嘛 你就是陛霞宗宗主赵池盈 外界传闻你天资奇高 如今一看也不过如此 识相呢 将我徒儿交出来 我留你陛霞宗弟子全尸 令图做了什么事情 你我心知肚明 陛霞宗若仍有一人在 就不会允许你带走图安密 赵池盈你回头看看 陛霞宗人都没几个了 早就名存实亡了 若竟是我在杀了你 往后这世上哪还有陛霞宗的存在 谁 别来无恙坤爺 我们又见面了 沈桥 沈长教 不 不能称你为长教了 沈道长 沈道长今日是不甘失败 特地在此等我 难道你忘了 当初是如何成为我的手下败将的吗 那日的胜败 各种原因 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 要我怪就怪你师弟欲爱 是他给你下的毒 昔日之事 如今日流水 往事不可追 今日我沈桥在此相后 再求一战 这次让你死了个明白 岳师兄 那个昆爷很厉害吗 当年葫芦姑与其凤蛾争辉 他的弟子必然也是有过人之处的 更何况 你师父已经败过一次了 这么厉害 沈桥师父为什么一定要跟他打 都已经输了一回了 正因为输了一回才更要打 因为他不仅要战胜敌人 还要战胜自己 来了 十五 走 师妹 这一战若沈道长输了 我陛下总将何去何从 生死有命 奴辈必与沈道长共进退 这一战 我已等很久了 就把这一战这样 这一战 Seoul会提及 我已经成为了 这一战 这一战 天怪红影 这是玄多山的独门轻功 昆叶走的是大开大合 阳刚霸道的路子 沈道长却如百川入海 可容万物 昆叶强横的刀斥 并未能占到半分便宜 沈道长这一刺 应该能赢了吧 未必 宽叶已练成九重刀器 相当于剑与巅峰境界 而且他不断地在转换战场 沈道长伤中未溢 他的时间越长越不力啊 他肯定比我们更清楚 看着他练成多久 想跑 沈道长 别跑了 就在这决意胜负吧 正有此意 九重刀器 九重刀器 八头之计 一刀下水花一万千 无间破碎 死吧 十五 不能过去 阿强 荒莫有名字 天地不醒之道歉 先知你 而后知你 再后忘了 付我两网 请问自己 怎么可能 在 知人知己 心已相机 见智在道之够一语 灵溪第一语 千语道兴 剑心 你练成了剑心 去 我认输 你赢了 别杀我 你杀了我也没用 只要九月初九燕无师一死 我们北木定会重入中原 一同武林 你说九月初九燕无师会死 什么意思 看来燕无师轻你如你 如今他死期将近 你也想亲自动手杀死他吧 我不是他的对手 九月初九 忽兰古王城盘龙会 我已安排我师兄引燕无师前去 并广摇当时四大高手 不向天罗地网为杀之 这一次总堂武功盖世 也插翅难飞 燕无师屡次坏了你们的计划 如此眼中钉 自然要对他痛下杀手 可四大高手又怎会听你们的摆布 怪只怪燕无师数低众多 神人欲诸之而后快 此次除了六合邦斗眼山 还有前北凤国师雪印法师 法境宗宗主广陵散 以及你的师弟玉癌 玉癌 他果然还是执迷不误 燕无师与汝燕客会交手 已经走火注魔 而魔门中人广陵散 自然知道如何对付他 这一次我们实在必得 果然一切都是你们所谋划 可这次你们又攒指燕无师一定会前往 像燕无师那样的人 即便明知始局 也一定会去 因为他太自行 师父怎么不制住他 他们在说什么 听不清 别急 神道长还未动手 定有他的道理 更何况还有最后一卷珠阳册 珠阳册 十几年前 我偶然得到珠阳册的时候 内心是不屑一顾的 直到我翻越换越宗典前 才发现 凤陵远点藏了一个致命中 我瞧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军事 珠阳册能救燕无师 难道最后一卷珠阳册 也会出现在盘龙会上 看来你对最后一卷珠阳册也很感兴趣 只要你放过我 我就可以带你去盘龙会 拿到珠阳册 然后 你眼无师 一起去死 师父小心 我怎么回 我很失望 我师尊说过 葫芦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对手 而你 身为葫芦姑的弟子 却不及其十之一二 你不配当他的弟子 玄渡山一切乱临于此人开始 如今他死了 一切却远未结束 玄渡山 再也无法回复到往日平静 而这天下 终究难以避免封烟四起了 师父 避免封烟四起了 离开 神掌教果然有大爱之心 只可惜人性愈鹤难填 若今日你不能自保 说不定现在已经沦为柔羹了 扶持一个不得众望的皇帝一统江山 若是让魔门做成了自虚正统都没做成的事 岂非很有趣 师父 我没事 我睡了多久 师父 您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呢 沈掌教可有大爱 多谢赵宗主关心 亦无大碍 是是 你怎么了 师父 假如有一个人 他将你亲手送到坏人手中 害你根基尽尸 道心尽毁 你会不会恨他 会 假如此人 能破金石天下乱局 若是他死 可能会有更多无辜的人 流离失所 你会不会选择救他 您真的要去救那个人 那个害得您差点没命的人 嗯 那要一个无情的人 怎么值得您去救 他不是无情 他只是根本没有心 对世间所有人他都一样的薄青 只是我先前并不明白这一点 以为铁石心肠 终于有熔冰化血的一日 这世上有许多事情 即便付出了 也很有可能根本不会有汇报 嗯 您一定要下山去救那个人吗 我和您一起去 你这又是何必 一一熄别 也终有一别 他年纪尚小 我此去危险重重 绝不能让他通行 时务就拜托赵宗主来 沈翘 在此谢过 沈道长继之山有虎 为何还偏要向虎山行 您若专心在陛下宗修炼 突破剑心 达到剑神境界 定是指日可待 这世上总有些事情 明知不可为 而必须为之 结果未必尽如人意 可但凡有一丝希望 我总不愿放弃 你明知一切厉害后果 却仍义无反顾 大眼在先 我不如你 我只是想再见 那个人一面 让他知道 我没有被种下魔性 我也没有被魔性控制 我还是我 那时 我应当能看到他 失望的样子吧 我会不会灵眼 我会灵眼 那时 那时 我会灵眼 这样 都留下我 我 天 沈道长 就在这决议胜负吧 九重刀器 像燕无师那样的人 即便明知是局 也一度回去 和燕无师 一起去死 怎么回 宣渡上一切乱没由此人开始 如今他死了 一切却远未结束 燕无师与汝燕客会交手 已经走火注魔 而魔门中人骨零散 自不知到如何对付他 这一次 那势在必得 像燕无师那样的人 即便明知是局 也一定回去 因为他太安心了 沈郎为何夜半独自外出 像是一个人孤单 不如让奴家来陪陪吧 不必了 我听说你自爆功力 差点没命 你现在伤势如何了 为何还要来到此地 不老白容姑娘费心 在下自有安排 你想去参加盘龙会 你想救燕无师 沈郎 他那样对你 你为何还能不计前嫌 他确实不是好人 但很多事 只有他能做的 他必须活着 沈郎 你清醒一点 你斗不过他们的 你好不容易 从我世尊手里活下来 如今何苦又去送死 我一一决 我知道 你不敢预知的 何还宗那一个 普通的弟子 我也无权要求你 指望你多多珍重 不要变成 霍西金或桑锦行那样的人 你与他们不同 沈郎 对不住 沈桥 今天就让我们来个万中捉别 大师 大师 断施主到了 大师 大师果然银而有心 燕巫师重出江湖 便搅得江湖天下 腥风血雨 不得安宁 如此魔头 人人得而诛之 燕巫师平日里如此狂傲 他断想不到 今日就是他的死期 燕巫师此时身在何处 只要圣巫师 只要圣巫在我手中 他迟早都要跟来 等他现身 我们一技行事 管叫他有来无回 待他一死 我就带着圣巫回北木 切实就可号令北木勇士南下中原 好 怪不得你们为了他把中原武林脚 获得天欢地 竟然是号令北木武林的圣巫 倒是配于本座把玩 你 不然 你用最后一卷珠阳册来换 还想最后一卷珠阳册 燕巫师 你以为你今日还能走出此地吗 老秃子 北凤皇宫一别 你倒是越来越不着调了 想杀我 还要拉断文秧帮忙 你怎么不干脆 将葫芦菇的魂魄招来算了 燕宗主 所以我喜叫人向善 但对吕教不改之辈 却也有金刚雷霆之威 就凭你二人 一起上吧 有事 把圣巫交出来 有本事的哪呀 请我逃啊 请你做一些鸡免狗盗之事 老秃子 贼喊猪贼 实在无聊 二位数不奉陪了 别让他跑了 让你死 出手 参名剑法 不好 吕 哼 等我 一君之事 części 咯 好 橋 说 就 开 你 不要 有 South 老 呆 大 眼 焰无尸 今日命丧于此也是天也 有这么多北墓前辈陪伴 王泉路上 断不会感到孤单 此处是爱我的无尸力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困得住我 焰无尸 你的魔心也并非毫无破争 大家全力出击 合力为杀 要乱他的魔心 你的灵火入弱 光灵散 你倒是像你狗似的被脸目中心耿耿 好久不见 焰君主说话还是惹此刻 但此时你的魔心已死 根本倒不住我的气 不如你又过去的重境界放上一战 我等必无胜色 杀了他 杀了他 玄渝山又将明镇天下 阿乔也可脱身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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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这么掌握 你 你我好歹请为一场 你若归顺于我 但你一等三宗定向所邪王情 我从不得了你命 就如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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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金银签只能打击 快上 独心 拿着小心 他真心意 魔心破体而出 随时都会失控暴力 他想要收回魔心 教臣现在 叶巫师果然强悍 受如此重伤 居然还能挡下四人权力一击 若被他得到最后一卷朱阳策 你报仇我 本子我懒得陪你们玩了 你让他跑了 拦住叶巫师 去死吧 叶巫师 叶巫师败于我手 兜帮主 就差最后一步了 就凭你一个少 老伍宫 兜帮主若今日手刃也无失 从此扬名立万 天下皆知 是 你是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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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居然没事 他已游进灯窟 出手 他 他脚 还能动吗 你看起来 七色不测 爱你所赐 沈桥 我师弟昆也 如今身在何处 他死了 既然如此 经之神道长 就给我师弟陪葬吧 我玄都山的人 几时轮到旁人来指挥 你 阿桥 你莫要逆时而为 再与这魔头有什么牵连 跟我回玄都山 御长就要说笑了 我如今 只是齐凤阁的弟子 自从你选择与北木人勾结 给我下毒之后 玄都山就不再是我熟悉的玄都山 我也不会再自认玄都山弟子 阿桥 这些事何必在他人面前提起 我们回去再议 话已至此 今日这么多江湖人在 不妨做个见证 我以齐凤阁一波传人的身份宣布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齐凤阁的弟子 你 从此 我们彼此互不相干 你 你怎么敢 我之前隐忍 是不愿令玄都山分裂内讧 但你步步紧逼 又干受北木人驱使 又为师尊教诲 今日 我自然要代表师尊 将你逐出门墙 阿桥 别逼我 你 在 阿巧 今日我已经走到这一步 这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我的计划 为什么 你应该明白 我不会做个傀儡 任你捏在手心摆布 就算我不再是玄都山长教 我也依然是沈桥 必然是齐凤阁的弟子 好 好 清光无妙 此为上纪 玉长教伤势如何 在下送玉长教回玄都山 好巧 刚才你明明有机会杀了他 还是改不了你心软的坏毛病 燕总主说笑了 我不是来杀人的 那你是专程来帮我打架的 我只是不愿看到北木营 他们所求之物在我手上 这位小小的切针竟然是可以耗领整个北木的圣物 我没输 他们更没赢 燕巫师 把金花戒指交出来 不带你走啊 请留步 沈道长当真要与魔军洪流合污吗 本座只能辟添行道了 你先走 我来打号 我自量力 广陵伞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走 沈桥 认你是三头六臂 今日也救不了他 独阳一撤 神窍的内力竟然 不行 在这儿下去 你 你 和你大费周章的 你 你 不是想杀我吗 你不是只能自暴无心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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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你 看这 羊羽会一劲吗 胜物 燕宗主 快 停下 这就将 珠阳册的 锁带告诉你 这是 你 离开 行 不 不 你 生我 末年间自觉 护刀永存 孤身可谐 旧天真 我自有自寻度上休息 对人对世草与难辨 而其 当一生心灰 风雨桥月 节日萍水的剑 春风也没 红尘多是非 环绕无语言为谁 我们从长记忆吧 你先自己会 是善恶终于自卑归来 温然心扉 风雨如灰 有人服侍无畏 不言辉 王国新民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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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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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